第5864集 偷渡吗 叶晨心中一领 想起自己当初进入太上世界 也是用偷渡的方式 但偷渡之法终究危险 乌无时空之中 又有无数神明窥视着 一旦叶晨偷渡 被那些天地主神发现的话 恐怕连人非凡都护不住的 算了 以后再说吧 叶晨摇摇头 暂时还没有偷渡 乌无时空的念头 毕竟在现实世界之中 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解决 要是去了乌无时空 次元必阻隔 他想再回来 那就艰难了 好吧 左秋云叹了一口气 并没有强求 前辈 我先告辞了 叶晨拱手辞别 金里天府已经到手 此间事已了 他心中记挂着第二妖姬 只想立即去紫黄仙宫将第二妖姬救出来 嗯 轮回之主 你万事小心 左秋云脸色颇为凝重 他知道 叶晨要去紫黄仙宫 不过他并没有劝阻什么 他相信叶晨的抉择 叶晨辞别左秋云 离开符文圣地 便锁定紫黄仙宫的坐标 直接撕裂虚空而去 叶晨前前后后 在符文圣地逗留了两天 想到这两天时间 第二妖姬又受了许多苦楚 他心中颇为疼惜 只想快点救人出来 此去紫黄仙宫 叶晨是孤身一人 并没有召集轮回阵营的强者们 因为他要去救人 并不是要和紫黄仙宫生死决战 虚空破碎 叶晨降临到紫黄仙宫的地界 紫黄仙宫的地界 名为道德天界 以道德天尊的名字命名 在太上世界敢用天界两个字 为自己地界命名的可没多少个 这是贪天之举 这天界两个字 非大气运不可镇压 此时叶晨降临到 道德天界的边境 抬头一看 就看到整个道德天界 都被一层金碧戏封锁住 那层金碧戏上面 布满了诸般禁法符文 显然是为了阻挡外人的闯入 寸进 开天 叶晨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一拳轰出 全是如排山倒海 崩天裂地 狂暴的拳进往前爆杀 一下子就将那层金碧戏 打穿了一个窟窿 叶晨身躯一闪 就从这个窟窿 飞神掠入 道德天界之中 当叶晨的身形 一踏入道德天界 这片天地世界 就剧烈地震荡起来 处处炸起 轮回金光的气象 叶晨的战意 惊动了天地乾坤 令得四野动荡 风云失色 万寿奔走 飞鸟豪鸣 这片天地四面八荒 都陷入了混乱的气象 轮回支主来了 镇守在道德天界 各处的舞者们 看到这轮回金光的气象 感受到叶晨 惊天的战意 所有人皆是大惊失色 呼叫起来 道德天界中央 紫黄先公的山门 宫殿连绵成片 镇守在先公里的强者们 在看到天上浮动的 轮回金光火 所有人也是陷入 巨大的震惊之中 轮回支主 孤身一人 就敢闯入我 紫黄先公的地界 他想找死吗 天哪 他真的一个人就来了 无数惊讶震撼的声音 响起 没有一个人敢相信 叶晨居然敢孤身前来 他们布下天罗地网 是防备轮回阵营的诸多强者 身土宛儿 武瑶 玄寒玉 叶母风玉英 夜邪神等等 所有人都做好了 恶战血战的准备 但他们没想打 叶晨并没有带任何人来 他就是孤身一人 一道道神光 从紫黄先公中升起 划破天际 迅速向着叶晨射去 虽说震惊叶晨的胆气 但既然叶晨来了 紫黄先公的诸多强者们 自然也不会轻易放他离开 叶晨悬浮在空中 就看到四面八方 一道道神光射来 都是紫黄先公的强者 迅速将他包围了 这些强者之中 有些甚至是来自 无无时空的存在 是天地祖庭的人 叶晨目光一寒 立即捕捉到天机 周围的舞者之中 有十几个是来自天地祖庭 他们身穿沉重的甲咒 甲咒上雕刻着许多花纹 带有五五法则的力量 与其他身穿道袍的 紫黄先公弟子们明显不同 天地祖庭是 红军老祖麾下的势力 曾经的天地祖庭 由三十六位天地组成 他们在末法时代之中 镇压十方暴乱 首挽天青 将破碎的大道重新修补 平息了诸天灾祸 这三十六位天地 在末法时代结束后 陨落者十之七八 死伤惨重 天地祖庭也被 岁月的尘埃淹没 红军老祖妃生后 喜去尘埃 重现天地祖庭的辉煌 他如今是天地祖庭的主宰 麾下有无数强者 势力极为赤胜 这次为了对抗叶臣 道德天尊借用了 天地祖庭的力量 由不少祖庭天兵天将 降临下来助他 叶臣实力强悍 就算面对天地祖庭 强者的包围 也是丝毫不拒 毕竟他们都被 现实世界的规则 压制了实力 叶臣目光扫尸四周 周围所有舞者们 包括来自天地祖庭的强者 都不敢直视叶臣的眼睛 纷纷低下头去 叶臣大声道 叫道德天尊出来见我 听到他的话 众人面面相觑 掌教大人的尊严 可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又有一道神光 飞射而来 乃是一个身穿青甲的 青年男子 做武将打扮 只是这个青年男子 模样看起来非常衰弱 脸色是蜡黄的 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 眼神也颇为浑浊 什么人 叶臣心下 莫名泛起一丝警惕之意 这个看起来衰弱颓废的 青年男子 也是来自天地祖庭的人物 哪怕被现实世界的规则 压制了太多实力 恐怕也不好对付 天地祖庭 一星天将 黄并虎 轮回之主 初次见面幸会了 青年男子咳嗽两声 仿佛有重病在身一般 向着夜臣拱手行了一礼 在天地祖庭之中 有天兵天将 封侯封王等等级别的存在 天将又分五星 这个叫黄并虎的青年男子 虽说只是一星天将 但能被封为将领 在天地祖庭之中 实力地位都不容小觑 夜臣心中一领 捕捉到天机 知道这次从天地祖庭 降临下来的强者们 就是黄并虎带队 这个黄并虎 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 黄将军 幸会 夜臣抱拳还礼 神色冷烈 并没有多少废话 你们想用妖姬小姐为诱饵 引诱我过来 我现在来了 你可有信心杀我 黄并虎打亮夜臣一眼 从表面上看 夜臣修为 只是天玄境六层天巅峰 但那里透出的恐怖武道底蕴 却足以让先帝都为之震惊 能傻 但我们这些天地祖庭来的人 估计全都要死 紫黄先公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黄并虎笑了笑说道 毫无疑问 夜臣很强 非常的强大 但这里毕竟是紫黄先公 地脉积累了亿万式气运 而且他们这些天地祖庭的舞者 又有红军老祖的祝福 想要杀死夜臣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夜臣孤身一人 终究难以对抗紫黄先公的地脉 还有红军老祖的力量 如果真的打起来 夜臣九成要死 当然 以夜臣的战斗力 他就算是死 也会让整个紫黄先公 付出无比惨烈的代价 如果你们不是想玉石俱焚的话 最好叫道德天尊出来 跟我谈谈 夜臣淡默道 明知决战必死 也没有丝毫畏惧与退缩 黄并虎颇为动容 夜臣的胆气让他佩服 他传出符罩 向道德天尊禀报 不消多时 虚空之中 鲜光大作 祥云浮动 片片祥云飘步间 道德天尊带着紫黄先公 诸多长老护法 诸多精锐强者 降临下来 夜臣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道德天尊凝视着夜臣 声音如红中 在无数强者的簇拥下 他气势十分霸道 仙气冲天 道德天尊 你我争斗 但妖姬是无辜的 夜臣平静说话 在与道德天尊谈判 在谈判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 一粒灰尘 已经无声无息地 飘入紫黄先公 那粒灰尘 带着一丝淡漠的金色佛光 竟是戒子佛法所画 那是夜臣的分身 夜臣在与道德天尊 谈判的时候 已经悄无声息 释放出青莲分身 利用戒子佛法的遮掩 悄悄飘入紫黄先公 他知道 道德天尊已经是疯了 为了霸占火种 不惜一切代价 连女儿都可以牺牲 跟他谈判的话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夜臣留了一手 他一心二用 本体与道德天尊谈判 分身潜入紫黄先公之中 夜臣的分身 借着戒子佛法的掩饰 悄无声息地潜入紫黄先公 并没有被人发现 他已捕捉到第二妖姬的气息 便迅速赶去 一路之上 夜臣看到紫黄先公之中 到处都有强者巡逻 防守非常森严 幸好道德天尊在外面 被他本体拖延住 没有道德天尊 普通人很难发现夜臣的踪迹 夜臣一路飘行 却看到在紫黄先公中央广场之中 一座檀香鸟鸟的大顶前 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盘膝而坐 闭目沟通天机 仿佛在呼唤些什么 这道身影 正是千诛天君 愿离人